大家好 最近不少朋友对钓带鱼比较感兴趣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人钓带鱼的一些经验 准备要去钓带鱼的朋友 可能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选用什么样的钩子 在北美没有现成的钩子 可以买得到专门钓带鱼的 所以什么样的钩子比较合适呢 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 带鱼和其他鱼类的不同 这样的话我们选择钩子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它的不同特色 来选择比较容易上鱼的那种钩子 OK 那么OK 我们现在来看看带鱼和普通鱼 捕食方法的不同 一般的鱼是吞死 它是把 假如这是一个小鱼 它会把整个鱼吞进去 咬住 然后我们塞了hook 从嘴里勾上来 这就是普通的鱼勾 那么带鱼的吃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鱼它的嘴更像鸟 它是啄的 如果这只小鱼 带鱼来吃的话 它是从底下往上attack 它是夹住这个小鱼 所以我们刚开始钓 带鱼的朋友可能 感觉到带鱼来咬钩 但是老是脱钩 钩不起来 因为它的带鱼是这样子 一拉就拉走了 它不是整个吞进去的 带鱼的嘴其实不大 它的肚子也很小 它只是这么咬住 你这个时候一塞了hook 你塞不住 脱钩了 所以两种鱼之间的不同呢 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要钓这种鱼呢 我们就要选择不同的钩子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在日本或者在台湾 那些专门钓带鱼的鱼钩 是怎么设计的 ok 非常popular 非常 近很多的就是叫天涯钩 这个钩的设计有点特别 大家在网上可能都能 找得到它的形状 它特别特别的大 形状大概是这样子啊 我可以简单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钩子有一个很大的头 一个牵锤 然后它有一个很长的坝 后面一个钩子 上面是一些为了装备 用的那个小钩子上面 那么这个鱼钩跟别的鱼钩 为什么有些特别的地方呢 大家发现它的钩子是朝下弯的 有什么道理吗 ok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这种钩子它是怎么钓到带鱼的呢 日本人是把 加一块秋刀鱼 就是一块鱼肉 用铁丝绑起来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带鱼是从底下往上attack 它是啄 它并不把整个东西吞下去 尤其是比较大的鱼 它会把它咬碎了 然后再吞进去 那它第一个attack 它就这么夹着 一夹一咬住了 往里面吞一吞 想把它咬碎了 这个时候你set up a hook 可以把这钩画到这个上面 如果这是一个 所谓的天涯钩 嘴巴出来 它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上面是鱼肉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它为什么这钩子要朝下 它咬住的时候 你set up a hook 这个钩子就会从它的脸上砸进去 从那个脸颊上穿出来 把带鱼从外边勾过去 勾上去了 所以这个钩子的设计跟传统的 我们在北美市场看到这种钩子 它都不一样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长 长的目的就是让带鱼attack中断 然后一set up a hook 就砸在它脸上 用这种方法来把鱼吊起来 那所以我们要是吊带用这个钩子 那上鱼的几率就很小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这么一夹住 拉起来 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勾 勾得很少 所以你这个钩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上鱼很困难 所以它勾子朝下的 一夹砸脸上了 就make sense 所以这个就是日本人天涯钩的设计方法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来 在这边找到差不多的带用品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钩子 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国市场上买到的普通的钩子 但这钩子比较长一点 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的话 是不是跟这钩子很像呢 那这个钩子呢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本来是这样的设计 我们要把它倒过来 我想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钻一个小洞 这是个钳 这个钳非常软 随便什么钻头都可以把它打个小洞出来 然后把一根小的钢丝线套在里边 挂在里边 那这个钩就比较像天涯钩了 然后你上面挂一块肉 别挂太长 出来一点点 然后它要是attack 这个样子 在它脸颊上 就有可能把这个挂上来 那么如果 这个做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更简单的方法 这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就是一般的普通的鱼钩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模仿这个天涯钩呢 OK 我们现在来 怎么看 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这个鱼线 这边加一个weight 这个slew weight 过来 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我们这个钩子 我们要把那个肉 用绿色来一下 这是一块鱼肉 想办法给它lock在上面 这是一个钩子 钩子当然比鱼肉重了 它自然情况下它应该就朝下 用这个方法 可以有天涯钩的 同样的效果 鱼来咬的时候 一set up hook 就砸脸上去了 但是这个处理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你不能把那个钩子 我们再画一下 如果这是一块鱼肉 你穿的钩子的时候 千万不能穿成这个样子 这个线再过去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还是一样 它钩子朝上了 砸不到它脸上去了 OK 所以你make sure要绑在上面 然后再钩子朝下 我有一个钓到 用这个方法钓到待遇的一个小视频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那个钩子是从脸的左边进去 又从右边出来 是从外边砸过去的 所以它的道理 跟天涯钩 是差不多的 而且我们那个加的重量 要多少根据水流的情况 你要根据你行走的速度有多快 你可以欠 就比这个还更灵活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 而且比这个更容易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在岸边钓 不是在深海钓 如果这样的话 它可能下不去 没法control这个钓柱 那还有的朋友 干脆就把这钩子换成一个三角钩 三角钩 哪个方向都有更简单一点 那这个也是个矮一点 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但是这个钩子 你要用这种方法的话 就要大钩子 不能用小钩子 那么除了这种方法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钓钓鱼呢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传统的概念 让带鱼把这个耳也吞进去 从嘴巴里边把它钩成 那这个方法就是很相近 跟我们钓普通的鱼的方法差不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钓带鱼的钩子的时候 我们必须选择小钩子 钩子小到可以像钓可爱皮的钩子差不多 因为这带鱼看上去很长 其实它的嘴巴其实很小 它的肚子也很细长 它不可能吞大鱼 它只能把那些大鱼搅碎了 搅成鳍片了 还有很小的小鱼它可以吞进去 所以我们钓带鱼的 这个我个人的经验 第二个方法可能更容易一点 那就是用小钩子 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常用的一个钓带鱼的小钩子 那钩子小到enough 它可以把整个东西都吞进去了 上面挂一点鱼肉 这个是假的了 当然你可以挂一块小鱼肉 用假的和小鱼肉混合在一起 然后在水上面 带鱼咬住了 吞进去了 塞了hook 这也是个办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idea 看能不能看清楚 我勾两个小钩子 带鱼嘴巴很小 它咬的时候 它不觉得碍事 它可以就往里吞 它不会怀疑 吃进去了 吃进去上来的时候 我这有两个钩在上面 OK 那这个也是一个 上面挂一块鱼肉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钓带鱼的方法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 跟大家探讨的就是 钓带鱼的两种类型的钩子 一个就是大 一个就是小 大钩子 我们从外边 塞了hook 从外面外夹给它砸进去 这个大钩子 典型的就是日本人设计的天涯 那我们可以有一些alternative 用这个方法来钓 或者我们买一个这种大钩子 改装一下也可以 那么更easy更简单的方法呢 我们就学 掉可爱皮 掉那个crappy的那个方法 就用小钩子 小钩子挂小肉 咬在肚子里面以后 再把它拿上来 所以我们要成功 或者要钓鱼上的多的话 我们可能 两个极端 要不选择小钩子 要不选择大钩子 关于钓带鱼的钩子选择 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要求 可以给我留言 大家喜欢的话 我可以继续进一步 做一些关于钓带鱼的视频 谢谢大家